歡迎世尼Sir 首記 世尼Sir 是 因為美股好東西 納資又說重 新高又說成 是 港股繼續在這個30,000點 這樣叫做 雜幅上落 嗯 都是看下的了 是不是 嗯 就是這樣 就是看五月下多少 是 暫時怎麼看呢 下多少呢 守住現在看一張圖就行了 好啊 看一張圖說 看一張圖說 那來到這裏的時鐘 那你都可以打橫行 那時候到天花板 那如果天花板 打橫行之後 那有兩樣東西的 第一你一路打橫行 是不是 是 那隨著地板上移 那若然是這樣的話 那這裏30,000點 那這裏28,000點 那中間你便起了29,000啊 或者28,000啊 那些地方頂住 是吧 那如果不是的 那你下來這裏 下來這裏 下來這裏的時又不是很多 下來這裏就好像這些水平 是 那水平的時 那就是287啊 285啊 哦 那也有限 再不適合 下這220 那 那就不要再有限 哦 那如果在時的時之中 那你現在看一看 那如果中美貿談 中美貿談 如果有些什麼事情 不是說談不到 一定談得到的 是 那談到的時鐘呢 那將會就是 那就是大家怎樣看這個協議 哦 合不合聽了 合不合聽了 是吧 合不合聽的時鐘 那可以繼續踏上去 不合聽的 那就回調一下 是 那 回調多少呢 就是這樣 那我們是由這個的 是 就是 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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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是呀 2萬5啊 那你再下一點 下多就是一半左右 也不奇怪 好 國企指數 已經去打橫行了 那你現在看一看 其實這個頂和這個頂 3月其實人家已經見到頂了 嗯 是 看到頂了 現在再上去 那現在出現了 資金外流 哦 是啊 其實資金外流 其實資金外流 在這裏已經出現了 就知道 那上證指數 很簡單 又是差不多一個位置 深圳成績指數 那時的深圳成績指數 是好一點點的 起碼這個頂 是和這個頂這裡 是高一點點的 是 那就是說 由於很多是出口股的 那現在要看著 如果這個真是跌穿了一萬點的話 那就可以看到 咦 突然間對出口不是很有 幸運的 那即是說 對很多的所謂的中美貿談 一定有些影響 嗯 好了 高中繼續好 是啊 所以繼續好 那麥克風也挺好 是 又是在頂位 美匯指數 嘩 今天很好 好了 升穿了97 試過98位 那這個又是很好 那升穿98位 始終今天試看看 還會上多一點 當然不是說 它好我們不好 哦 那這個沒有法子的了 因爲人家現在 竟然這麼久 突穿了上去 那你又人家經濟又好 又什麼什麼脈落 那為什麼不好呢 那美元對日元 還維持在112附近 嗯 但是我始終是覺得 從一個很長線來講 長線不是很久的 2025左右 我們應該都 如果 你一定看到 一定看到 大家都 我不太短命的話 都可以看到 大家都看到 下來了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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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裏 看不到 下裏 看不到 好嗎 是 這裏 是 石sir 油價近來還好嗎 油價OK的意思 就是油價會上升 是 油價上升的時鐘 其實很簡單 只不過是因為 美國佬又在玩 又說 伊朗佬要全面禁運 是 要全面禁運 那你既然伊朗佬要全面禁運 突然供應好像少了石油 少了石油的話 那你就需要油價上升 但是 川普不是不喜歡油價升的嗎 但是 有很多問題 我有一些喜歡這樣 我又喜歡追女生 就是我又不想花錢 是 是嗎 那怎麼辦 升完沒有 還未升完 還未升完 是 還未升完 哦 但是不會見到一些 一百 那些就不會 應該見不到的 是 那就升多一點 升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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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升多一點 沒有什麼用的 一升的時候 很快就 一會兒 一會兒下來 哦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世界有兩樣東西 你現在 不讓它出口石油 就是減少了供應 是 就是潛在供應 繼續起到的 哦 什麼叫潛在供應呢 這個世界 很多黑市石油 桌底 就好像現在這麼說 你現在去哪個地方 你都買不到白粉 是啊 是不是 你去超級市場 你買不買到白粉 沒有 白麵粉就有 嗯 是不是 但是 實際上買不買到 就是白粉呢 是買到的 是不是 所以這個世界 是很多 地下的交易 以前無論你是有石油 沒有石油金運 都是有地下交易的 嗯 那為什麼有地下交易呢 這個世界中東的地方 很多時候有很多 就是所謂的 叛亂分子 恐怖分子 另外還有一些東西的 是 有些人 撻了國家都經常出來賣的 哦 都有的 所以地下交易的渠道 是十分之暢黃發達的 是 這是其中一個 就是這麼多商品裡面 反正你說黃斗啊 豬肉啊 地下渠道交易就不多的 哦 因為會臭的 哦 不放得久 是 那就是石油就不是的 是很多種地下交易的 還有 這些油 你混合我 我混合油 混合完之後 都不知道哪些 要打哪些 哦 你要製作很詳細的化驗 才知道 你這些油從哪裡來 那就是這些已經 賣完就用完了 是 所以供應不需要擔心 是 供應絕對不需要擔心 嗯 反之現在很多人說 伊朗的油的始終呢 一旦沒有了之後 就會是少了 問題有一些人不會這樣 所以我看看這個問題 需求又如何呢 哦 那看經濟了 是不是 如果當時的經濟是差一點點的話 需求就會少了 是 那你不會變成又會下來了 嗯 哦 所以問題不大 不大的 應該不大 就是心理上有影響 當然在荷包上也有一點影響 哦 不過就不是像以前那些 1970多年的石油危機 那樣的東西 沒有危機 嗯 少風波而已 好 那你先看看吧 好 就先看看吧 那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呢 就說 5月2日起 5月2日起 那就是停止了伊朗的豁免 那所有的伊朗石油進口方必須短期停止進口 否則不是美國制裁 那現在呢 那時候說要不讓伊朗出口石油 那突然之間又 後來又反覆出了8個國家 和國家是可以去向伊朗買石油的 那就是這幾個國家了 好嗎 那麼 再其次就是 制裁之前呢 伊朗每天出產是250萬桶石油出口的 那然後伊朗在3月呢 石油還有170萬桶 3月的時候 就是已經被你制裁 再次還有170萬桶 那麼中國買入者就61萬桶 那麼再看看了 全部買法就是這樣 中國61萬桶 南韓38萬桶 印度25萬桶 另外不知道的就是22萬桶 日本就是10萬桶左右 那麼土耳其買了9萬桶左右 大致上的翻報就是這樣 中國是一定是石油的 伊朗石油是大買家的 好了 那麼據報呢 就是中國石油化工 中化殺人員 很多間外國能源企業 經常派一些郵輪去美國 接收原油運往中國 那很簡單 因為有這個貿易戰要談完嘛 談完的時候 去買你這些能源產品就去 那就是中國去年的時候 一隻進入了 值這麼多200萬公噸的 真的到你這個打打什麼 在10月的時候歸零 所以現在再去回的時候 不再看看進入賣多少 應該去賣200萬公噸 是吧 因為沙地有一個有關AMACO 它要上市 油價高了 那一個價格就好一點 它始終要將這個上市 所以它未必一定會增產 那如果不增產就將它怎麼樣呢 美國的汽油價格 由每年初 之前年初就是2.23美元 就升到現在已經升到2.84美元了 那如果升到3美元的話 那就影響很大了 有所謂的核心通脹的問題影響了 打擊了消費意欲 那很簡單 減少消費意欲 你就走路了 我不打 始終要洗 可以了嘛 是吧 不就要洗 那怎麼又打消費意欲 當然用了油的話 你買少了豬肉 其他少一點 是吧 所以這件事 影不影響 真的不是一個大的問題 那我看看石油價格的走勢 未之前就是這樣的 未禁運 一禁運的時間 就開始 就開始 咦 那我現在開始說 要開始要這個 寬鬆了 這樣 給八個國家了 那油價就開始慢慢下跌了 那來到這裡 就開始就下跌 那這裡就真正了 那油價繼續下跌 那你理論上來到這裡下跌的話 你應該在這裡打橫走的 是 那又升上去 那為什麼油價又會升上去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 這個等等 他們要減產 俄羅斯和油祖國說減產 就減上去 好 現在在這裡 你又宣佈說 我這個沒有豁免 沒有豁免那怎麼辦 就回到這裡 回到這裡 這個油價多少 85元 咦 都還有整十元 85元 對嗎 是 85元 那你到時 美國又說我會賣多一點 你沙地和俄羅斯減產的話 它會賣多一點 那就是一件事 俄羅斯會不會減產呢 繼續 或者會不會增產呢 未必的 哦 它可能繼續起到 所以起到這裡 是可以上去 七十元八十元 是可以成功的 嗯 那現在你看到油價 今年的油價 就是紐約其油 美國的 波蘭達其油 這樣 那這個有些行的分析 就說 油價影響 高盛就是影響有限 就是七十元至七十五元而已 那麼荷蘭集團就說 咦 還是六十五至七十五元之間 那如果是多過七十元的話 那製造業的成本就會上漲了 嗯 那就是對經濟影響不好了 是 就是這樣 波齊老師說沒事 沒有問題 小事可以解決到的 是的 就是不用擔心了 嗯 但是油價這樣繼續升 就是那些石油股 是不是都可以想想 嗯 石油股可不可以想想的話 什麼時候都可以想的 是 因為石油到今時今日 都還是一個人類生活的重大 是商品來的 嗯 那問題是什麼價位想的 哦 那如果當你油價的時候 起七十元八十元那邊 想的空間就會少了 嗯 下回來五十元的話 想的空間就會多了 那為什麼會五十元 為什麼不會再回到以前的 十元二十元呢 那樣子 始終有通貨膨脹 很多樣東西 是 如果現在回到後 如果我告訴你 油炸鬼賣回一條 有可能嗎 沒有 沒有 是不是 所以你去回到以前 十元二十元就不可能 那問題就是 我們要看回整體來說的油價 整體的影響如何 第一 為什麼現在會影響少了 不是好像1972年的時候 一個石油禁運影響那麼多 現在第一件事我們看 咦 我有電 嗯 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 我有電動車 嗯 所以這方面來說 突然找到 咦 不是啊 沒有了這個氣油 那我買一輛Tesla 行動車就搞定 是 是不是 那些人當然不記得 也很少去察覺 原來電發電 可能燒煤的 或者燒電油的 嗯 那在這點裡面是零計 嗯 總之我現在 我不見得到那個價季 哦 就算了 是 電費單季了出來之後 就只是說 你開冷了 開多了 哦 是 總之都叫做有替代品 是 至少有替代品 是 所以就比較 就是 沒有那麼大問題 好像暫時 是 那當然呢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樣東西 石油 就是做一個 是除了用起動力能源之外的原料之外 其實石油還可以用起很多的 是化工原料 嗯 很多女士的化妝品 是 那個 很多的base 也由石油那裡來的 嗯 我們做膠袋 石油那裡來的 是 做塑料那裡的 石油那裡來的 嗯 所以因此 在這個 是對石油那方面的需求 其實當然是能源的消耗 就是叫做動力能源的消耗 是最多 用起其他工業產 相對於汽車的消耗 是比較少的 嗯 好了我們就看看 美國的電油從哪裡來的多呢 哦 委內瑞拉 是 是委內瑞拉 不是在沙地來 不是在新加坡來 我們的電油 多數是在新加坡來的 嗯 那就是呢 美國就是在委內瑞拉 所以為什麼美國人 要去撼委內瑞拉路 嗯 拿了那裡就能控制到那個 別人的油價 是 所以就是這樣 哦 那之所以你說 整體的影響怎樣 不是就好像1970年 等等石油為基 那時候這麼大的影響力 原因 是因為 我們第一 看到有於開放 就是開放的 就是取代品 嗯 真正的在搏緊的 那第二 就是你的電動器 就是在搏緊 是 是 還有其他很多東西 都已經由這個 所謂的電油 或者這個系列的柴油 這個系列 移出來 那這個又是影響了油限發揮 是 那問題是 油價也是會升 嗯 那你都說過可能 對經濟會有影響 嗯 那怎麼辦呢 沒什麼怎麼辦 已經擔心你的衰退又成了 那衰退的時候 來來去都衰的了 哦 加多兩前重 沒有所謂 嗯 那就是減息多些 哦 你這樣想想 是啊 你不要以為這次通脹上去之後 那些人會是要加息 嗯 沒有啦 這次的人想著 這個通脹上去就是為什麼 油價是加嘛 加息不可以有那麼多的 所以就繼續要這個是減息 哦 現在就蠻人家了 當然要蠻人家了 哦 反而油價升 經濟差反而是好事了 你這樣說 對的 是 在現代來說是 哦 因為這樣的時候 阿爺就要來救市了 特朗普要去救市了 嗯 是 一救市就要放水了 但是你會不會啊 你的經濟差又沒有選票呢 你會 那這個當然就要做到 就是有了選票之後 再繼續這樣做 哦 是 是嗎 嗯 這樣 或者是在競選的時候 就是我答應你做這個 做這個 是 他沒有答應 是 他和你做相反 那誰人對你的利益 有更大的幫助 那你就選了我 就是這樣 是 另外怕不怕那些 有幾個國家地區不聽話 你說不准而已 我繼續這樣 你說制裁才算 嗯 嗯 一定是不聽話的 哦 誰可以這樣做呢 各個國家都可以這樣做 是 那為什麼可以不聽話呢 這世界有一個東西 你怎麼看到我經常運輸呢 哦 你怎麼看到我經常運輸呢 他們管而已 是嗎 如果我找一隻船 是 就可以這樣說 嗯 是啊 是 即是我反你的 我船裝是水 等你上到來查的時候 才可以 查到一萬水 是 那又怎樣 那又怎樣 另一件事 中國已經知道你這些事情搞了 哦 是嗎 所以已經自然在俄羅斯那裡 一路已經有了一些石油的管道 噴過來的 哦 那些管道 究竟是伊朗有啊 伊拉克有啊 嗯 俄羅斯有啊 是 什麼地方有啊 嗯 沒有人知道 是 所以到時之中 大家就很簡單 哦 猜不到啊 我就沒有動的 是 那你現在知道它有動嗎 是 因為大家正常看不到 我在下面呢 捉它 是 我做了一個大動作 就看到我捉它 是 我捉它 就是我小一點的話 看不到我 我的肌肉在捉它 是 嗯 是嗎 所以這個地下的地下渠道很簡單 哦 中國為什麼要建一條這樣的油管去呢 嗯 就是為了這樣 簡單 是 方便快捷運輸 哦 那看不到不會吵架就是沒有東西 就是了 嗯 那就是不擔心 到時買出來 伊朗都不會出聲的 中國都買了 又不會出聲的 嗯 那就是做事的人 經常開閘 那開閘你都不知道那些油是從哪裡來的 是啊 可能是俄羅斯油 只是油而已 是嗎 哦 這樣 那就是外交方面 那些又不怕 嗯 哦 那沒問題了 是油價會升 那只是會產生的 就是 就是 群情洶湧一陣 哦 哦 就會再歸平靜 哦 哦 即是美國又應該不會收回這個了 不會 由得他繼續 當然要制裁 伊朗我也這麼不聽話 哦 那小風波沒問題了 嗯 好 好 好 想重溫石sir的手技囊 歡迎到HKT.com的店面區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我們下星期再見 再見